hello大家好 我是北哥 今天我們來欣賞一位柴高八斗的玩家 他的名字就叫柴高八斗 他的他運的是那個西冷明人 西冷的小七斑嘛 現在打的對方是魚之波幼 看他怎麼掠他 對方一口黑夜沒噴到 沒噴到怎麼辦呢 開始跑了然後丟個水龍捲 對方招出了個犀牛是吧 大象大象 好就讓被水龍捲控制住之後替身 替身之後還招出了個 牽插沒插到明人 反而被明人夾著打 現在明人開始連招 一二三 一二三 再來一個螺旋王 飛天 一二三下 四下 差不多打三四下 然後再接個二技能 這個 這個魚之波幼也比較尷尬 被一個小明人打得這麼慘 哇這明人的走位實在是非常秀 好 又躲過了 躲過了風聲 躲過了黑夜 這個 這個魚之波幼就是沒辦法 又被平A提升 提升之後 然後招個水龍捲 把野武控制住 一 打了一下 不用怕他 他沒有替身 慢慢揍他 再一個螺旋王 哇 直接解決了 這個魚之波又怎麼這麼 這麼 這麼 糟糕呀 居然被 被明人打得這麼慘 好可憐啊 我們看一下這來野 這來野 怎麼說也是明人的師傅 是吧 然後 就招出了個蛤蟆 然後把明人頂開了 明人招出個水龍捲 控制住 然後對方馬上替身 然後招出個圓魔 這時候先不過去 因為對方的一技能 還有氣旋 對吧 然後現在先把 這來野控制住 又是一套連招 一個又要賞螺旋王了 沒有賞螺旋王 這個對方落地保護 對方蛤蟆招空了 哎呀 這個自來野好可憐 招出一技能也打空 哎呀呀 你們說這交會了徒弟 餓死了師傅 哎 這個自來野現在被迫逃跑 哎 又是一個空技能 明人都沒換技能 他老是空 然後招了個水龍捲 然後對方招氣旋 水龍捲 哎 這個自來野居然換替身 什麼鬼 為什麼要換替身 這種情況就要趕換替身 好 這時候明人完蛋了 招出個原魔 把明人控制住 明人大招 畢竟是小明人 技能不夠 傷害不高 然後一個替身的螺旋王 把替身招了 哎 哦 這麼遠被困著住 但是這個自來野有點尷尬 居然 最後一下 蛤蟆還放緩了 時間到 直接把耗死了 那我們看一下打大蛇王 自來野 這個這個明人也這麼厲害啊 打敗了又又打敗了自來野 能不能打敗大蛇王呢 我們來看一下啊 大蛇王開啟了一技能 追擊這個明人 明人進入落地保護狀態 明人靠這個水龍捲 把對方人壓制的死死的啊 然後招出個蛤蟆 對方好像是開霸體啊 直接無視了這個 不是明人招出的蛤蟆 好 現在明人就是打打大蛇王的屁屁 然後再一兩螺旋王 打起來 再平A 接下來 對方替身了 替身又招出個蛇 跟蹤啊 追擊 然後又開著水龍捲 把這個大蛇王往前拉下 這個大蛇王沒有替身 這個一個螺旋王又飛天 再來一個二技能 只要再騙一個替身的話 再接個大招 基本就結束了 好 最後一個貝殼 哇這個大招放的太快了點啊 大家應該 貝殼先把對方替身騙出來之後 再放大招 這這件很尷尬 然後招出個水龍捲 又把對方困住 哦 對方直接招大招了 最後四秒鐘 三秒鐘 兩秒鐘 能不能翻盤 啊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明人就創傷了 其實 剛才明人不要太著急開大招 是吧 剛才貝殼已經困住大蛇王了 只要等大蛇王 他放個替身 然後我們再等一分 再等一兩秒鐘 開個大 絕對我贏 心急了啊 可能前面超過太溜 好 這時候大蛇王 展示了最後的求生慾望 但是已經不行了 血太少了